突发消息,突发消息 刚刚在网上看到就是在你的Chrome浏览器里面出现了这一个高风险的漏洞 这个漏洞是由一个不知名的网络游民发现到的 然后它report给Google在8月30号 OK,然后Google认为这个是高风险的漏洞 所以希望大家赶快更新你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到最新的版本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漏洞也被命名为CVE20223075 OK,然后大家就赶快去更新你的Chrome啦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更新的话,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,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在用这Chrome 然后你只需要在你的Chrome的右上方点这三个点 这里,点一下,然后选择Setting设置 OK,然后打开这个页面过后呢,选择最下面这里 About Chrome 点一下,它马上就会帮你看一看你的Chrome的版本是否需要更新 如果需要的话,它马上就会更新 更新了过后,你要确定你的版本是跟我的这个是一样的 105.0.5195.102这个 OK,如果是旧版本的话呢 Chrome马上就会帮你更新版本 更新完成过后,这里会出现一个按键 它会叫你重启你的Chrome 点一下,重启你的Chrome,这样就完成了 OK,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大家赶快去更新你们的Chrome 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喜欢这类型视频 请记得订阅给赞,谢谢